大家好,我是沈欣欲 欢迎您观看这一期的司机的自我修养 去年春节,我开了一台蔚来的ES6 从上海出发,回到离这里并不是很远的南通老家过年 写了一篇开ES6回家过年的稿子 谈了谈在用车过程中的一些发现和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发现大家对于电动车的长途自驾 以及在类似南通这样的三四线城市中的实际使用情况还是很关心的 所以今年呢,我还是找来了一台电动车 天际的M17开回老家 在这十来天的时间里,一千多公里的试驾之后呢 我准备谈一谈关于这台车 以及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电动车产品本身和使用感受都发生了哪些改变 这辆车是什么牌子 是我开着这台车的期间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不同于小鹏未来特斯拉这样的头部电动车企业 天际M17这样的初创车企的产品知名度确实不高 这台车在去年9月份上市 补贴后的售价为21.88万元到28.98万元 其中410公里续航车型共有三款 搭载54度3原理电池 补贴后售价21.88万元到25.88万元 530公里续航车型共有两款 搭载72度3原理电池 补贴后售价分别为26.98万元和28.98万元 而我拿到的这台则是最顶配的530公里续航 Pilot Edition领航版 电动车这两年在外观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长轴距 较短的前后旋以及较宽的车身 一直是纯电平台电动车的优势 那么这台M17也是一样 它的车长为4685毫米 轴距却达到了2830毫米 并且拥有1970毫米 这样接近2米的一个车身宽度 其他部分呢 像是封闭式的前中网 贯穿式的头灯 这些都是目前的电动车在设计上常用的一些套路 比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环状的LED灯带配合上发光的logo 在夜晚的辨识度真的很高 门把手并没有采用现在比较常见的隐藏式门把手 另外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竖叉造型的多幅条轮圈 透视感很强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里面被喷涂成金色的刹射卡钱 来到车内我们可以发现 这台天际M17的内饰就很不一样了 首先可以看到车内有5块巨大的屏幕 液晶仪表12.3英寸 中控屏15.6英寸 副驾驶座的前方还有一块12.3英寸的屏幕 在上面可以对空调导航进行操作 你也可以拿它来听音乐看电影 并且呢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 这块屏幕里面显示的内容 在主驾驶的这一侧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不想让它里面播放出来的声音影响到别人的话 戴上蓝牙耳机 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在里面享受了 另外在车辆的后左 同样有两块巨大的像是平板电脑一样的屏幕 里面同样有音乐视频的播放软件 对于奶爸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牛逼的红娃神奇 另外这5块屏幕是可以进行交互显示的 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 想要临时更换导航的目的地 除了可以用你好小天的语音指令 来唤醒它的语音交互系统 也可以让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的乘客 设置好导航 然后用投屏功能投射到中间的那块中控屏上 操作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用五根手指抓取屏幕之后 把你所在的屏幕 拖动到你想投射的那块屏幕上 然后驾驶员只要在中控屏上 点击一下接受就可以了 其实从这几块屏幕就能看出来 电动车在往智能化方向发展的理念 其实是要比燃油车更激进一些的 在动力方面 这台天际的M17使用的是一台前置的 泳磁同步电机 最大功率160千瓦 最大扭矩339米 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为7.9秒 这样的加速成绩 对于一台电动车来说不能算是很快 但是也是要比很多燃油车要更好的 并且它的动力要来得更加直接 更加线性 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在起步的时候 如果你不喜欢把油门给的特别深的话 你会发现 这台车它在油门刚踩下去的时候 反应会稍微慢那么半排 除此之外其余的都还做得挺好的 动能回收的介入也都非常的自然 几乎是察觉不到 这台M17的座椅采用的是打孔的NAPA真皮 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 坐垫的长度都很长 对于大腿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乘坐 即使是长时间开车也不会那么累 对于后排乘客而言呢 后排座椅靠背的角度也是比较厚扬的 坐起来也会非常的舒服 缺点就是后排座椅过于厚扬 一定程度上也侵占了后备箱的空间 说完了这些 我觉得我们还是来聊一聊 大家最关心的续航问题 2月8号的时候 我开着这台M17回家 全程没有开空调 大约是119公里的路程 23公里的城市高架路 80公里的高速 再加上大概是16公里的郊区公路 在高速上除了一小段堵车外 我几乎都以最高限速在行驶 最终高的地图记录我的平均时速为64公里每小时 车辆表显续航里程减少189公里 实际里程对比表显吊电大约是1比1.59 而当我后来充满电之后 全程在郊区公路行驶的时候 不开空调 实际行驶372公里 表显吊电473公里 期间车辆还停放了三个晚上 吊电比例大概是1比1.27 回上海的时候 我又再一次进行了记录 由于返程途中车辆较多 在高速上我几乎全程跟车行驶 到了上海之后 又在市区行驶了一段路程 气温较低 一半时间我是把空调打开的 这一次实际行驶了166公里 表显吊电219公里 吊电比例大概是1比1.31 由于在充满电之后 M17的表显续航就是它的NEDC续航 所以说它的这个续航能力显然是还可以的 但这样真的就能保证每个人都对这台车满意吗 显然不是 在目前为止 电动车的实用体验除了产品本身 跟每个人的用车环境和用车场景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次春节回家 我尝试着观察了很多电动车车主的生活 遇到过在高速上跑到车辆快没电 又错过了服务区快充装 只能下高速接上225电源来给车辆充电的小红车主 当时车辆的仪表显示 电池充满还需要28小时 也遇到过开着70度电池的蔚来ES8车主 当我跟他聊到高速续航问题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的车在高速上只能行驶200公里 但他对自己的车依然很满意 因为他们家还有保时捷和宝马 另外我觉得生活节奏 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 你在使用一台电动车时的感受 春节放假的时候回到乡下 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快充装 大概在20公里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开车过去只需要20分钟 再加上我当时的生活是比较懒散的状态 即使是需要经常充电 我也会乐此不疲 我还可以开到更远的县城里 找一个有充电装的商场 看一场电影或者找朋友喝一杯咖啡 顺便把车辆给充上电 甚至在一场午夜场电影擅长的时候 我发现和我一起走到充电庄那里 取车的人不在少数 相反 如果你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工作比较忙碌 晚上回到家又正好发现 自己的车子没电了 第二天还要早起 这时即使是让你把车开到 离家只有两公里的一个充电庄去充电 都会感觉要了你的命 这些都是真实的发生在 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事 而至于到底要不要买电动车 我觉得还是要根据 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随着电车的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 我很希望也很相信 我们中国品牌的电动车会越来越好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司机的自我希望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回见 拜拜